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 我是郝一博 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一周中国大事 西安乐团流行小天王小甲 Justin Bieber日前申请在中国开演唱会 却遭北京当局拒绝 文化局7月18日回应表示 不宜引进有不良行为的演艺人员 但希望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言行 真正成为受公众喜爱的歌手 而这也是北京当局第一次 以不良行为为由拒绝歌手附中开唱 过去Maroon 5, Lady Gaga, Lincoln Park 都曾因西藏议题而被取消演唱会 不少舆论猜测小甲真正被封杀的原因 是2014年造访日本晋国神社 并在Instagram写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多谢保佑引起中方不满 不过被北京拒绝几天后 小甲的官方网站于24日突然公告 将取消接下来的世界巡回行程 包括原定9月将在日本、香港、菲律宾等地开唱的计划 中共防火墙严控网路 不少网友是透过私人虚拟网路VPN翻墙上网 但最近传出北京将禁止个人VPN业务 虽然此消息遭到官方否认 但自21日起 中国多个VPN服务被封锁 连不上外网 不过据网路专家表示 要封杀全部VPN在技术上很难做到 这个很难做 它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到了公司总部以后 我再连出去它也管不了 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就是瞎弄 除了VPN 脸书旗下的WhatsApp手机通讯软体也遭到封锁 中国用户自17日起就无法使用照片传送、视讯、语音功能 泰国移民总局23日宣布 涉及电话诈骗案的44名嫌犯 定罪后将遣返回中国 由于当中有25人是台湾籍 台湾正与泰方交涉 争取嫌犯前送回台 不过台湾外交部也表示 目前中方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全部送回中国受审 情况不容乐观 美国NBA传奇球员麦克乔丹的同名品牌Air Jordan 与中国山寨乔丹体育官司纠缠四年 屡遭败诉 直至去年法院才宣判乔丹拥有中文姓名权 但最近中国乔丹体育又转而向当地法院控告 美国乔丹侵权 并要求对方赔偿110万人民币 北京24日发生大规模上访事件 据香港媒体报道 总部设在深圳被公安视为非法传销组织的善心会 日前包括董事长在内数十名公司高层被捕 约6万成员集结北京信访部附近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警方采取全程维稳 除封闭路口 周遭餐厅也勒领暂停营业 山西下线瑶峰镇州村因抵制政府建设垃圾填埋场爆发警民冲突 据报道21日下午百余城管警察拆下村民的抗议横幅 并对老年村民拳打脚踢 让村民气愤不已 他们当场先翻11辆城管车和警车 村民表示填埋场是官商勾结详行通过的建设 加上地点离水源地很近 遭到村民反对 安徽豪州的一高家五口人 在睡前点了20盘文箱 并直接开冷气睡觉 醒后一家身体不适 高爸爸勉强开车在全家就医 中途一度婚离 最后在路边报警求助 奥迪中国一则把女性比坐二手车的广告引发 众怒迫使奥迪下架广告 并于20日发表声明道歉 广告中一位婆婆在婚礼现场 突如的检查儿媳无关 你这是干嘛 并在最后加上广告配音 中药决定必须谨慎 被批评是性别歧视 物化女性 在微博拥有八十多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帝师 最近到台湾旅游并在台北101直播节目 但因为没有事先申请而遭到101服务人员制止 他当场对服务人员出言不逊 地师并在警察到场后要求出示证件时回答 其实不用 因为上优酷优酷优酷都看到我的通播 然后你可以google一下我是谁 虽然在警方强硬要求下地师关掉直播 但事件仍引发台湾媒体和舆论关注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老外中国周报 大家觉得如何 欢迎留言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